I forgot that you existed It isn't love, it isn't hate, it's just indifference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亮测评 那么上次呢,我为大家介绍了 惠威的三分屏有缘一箱M300MKII 那么有人说呀,这M300MKII对它来讲还是太大了 所以呢,这次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再小一点的 其实也小不了多少啊 低频单元是一样,6.5英寸 但是呢,整个高度会小很多 而且会轻一些 这就是惠威的D1090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两期都跟大家去介绍有缘音箱 音箱搭配功放是很好玩 但是呢,也很麻烦 而且这里边的变数是很大的 搭不好的几率呢,当然也很大 我给大家介绍这两款音箱呢 都可以相夫,可以蓝牙,可以同轴,可以光纤 所以这两对喇叭不仅仅是音箱 而且还可以当解码器 接电视,接电脑,接手机,接iPad 接游戏机,还有这个实用的遥控器 整个这个面板啊,是一个磨砂的一个设计 质感还是不错的 这喇叭的前面板是非常圆滑的 低演射呀,低共振的这个箱体 声音呢,会从这儿非常自然的辐射 尤其是中高频部分 所以让声音的指向性呢,就更加准确更加自然了 28毫米,是天然纤维,球顶,猫眼高音 声音是比较温柔 高频选用了TI的TAS5754M芯片驱动 特质呢,就是还原真实 第一部分呢,是一个6.5英寸复合材料的一个振膜 有高强度的特性 TI的P3M5242芯片和TPA的3266 大功率的D类功放 主要特质呢,就是功率储备足 低音呢,更加有利 从箱体来看啊 D1090的后边是非常长的 主箱的重量大概是10.2公斤啊 着实不轻啊 侧面呢,三个旋转 第一个是个音量的旋转 这是个数字旋转啊 就是可以无限的去拧着 那么按下呢 是有音源切换的一个功能 下面这个两个旋转 一个是低音,一个是高音啊 那么有正负三个DB的 这么个幅度的调整 上下的幅度不大 但是宽度是都比较宽 低音是500Hz,高音是8KHz左右啊 再看后边 这个音箱也是个后置导向孔的设计啊 是个长条式的 两组 非平衡就凉花口了 这个是光纤铜轴 我建议啊 如果说大家家里边有带有光纤和铜轴设备 比如说机顶盒 那么就可以直接用光纤和铜轴接到这个喇叭上 那就相当于用了这个喇叭的低音转换 而没有用你电视的或者机顶盒的低音转换 那么怎么说也是音响场上 第一方面呢是TI的PCM9211芯片 可支持到24比特96KHz 蓝牙支持APTX接码 那么是4.2的接收系统 大家看一下这块啊 有四新的一个口是到副音箱的 证明这个音箱也是一个主动式分频的设计 四个口就是说分两组正负 一组是高音一组是低音 两个单元是分别攻放去驱动的 如果没有主动分频的音箱 你声音开的很低的时候 你几乎听不到低频的声音 一个功放如果去配合不同的单元 那么大音量和小音量时候的声音曲线 就会差别很大 分频点就比较难以控制 主动式分频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高音低音 在不同的音量下的表现是更加稳定 在录音室里基本都是主动式分频的音箱 像真利啊丹拿啊 Adam这些都是主动式分频的有缘音箱 D1090这款音箱是听起来非常轻松的一款音箱 更加适合流行音乐 古典音乐不是特别适合 这喇叭有一个设置 就是它音量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有一个门线信号 就是低于那个声音的 它会停止风作 比如说一些动态范围特别大的交响音乐 就是小信号的时候呢 这音箱会断 这音箱的一个特点 但不是说不好 就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它肯定是更适合流行音乐 10次的频率曲线呢 是48赫兹到17.5K赫兹 频率曲线啊 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的 低频呢 有一个风 这显然是房间造成的 在140赫兹和650赫兹 这两个点 有两个不到2dB的小风 在93赫兹和6K赫兹 有两个不到2dB的小股 这个喇叭的动态范围啊 是101dB 这个厂商经常用一些文字游戏 就是这101dB 实际上并不是这喇叭本身的动态范围 而是它里边的DA转换器的动态范围 这款喇叭的保证度 其实还是可以的 惠威在官方文件里边 甚至说这个喇叭 在80赫兹到20K赫兹的试证度 是小于1%的 实测的结果呢 也相近165赫兹以下的低频 还有5K赫兹以上的高频 略突出一点 中低频中高频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低湿深度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次给大家介绍这款音箱呢 就是大家购买的压力不会太大 1999元一顿 声音比较自然 比较平和 评响曲线也是非常的平 所以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在我评测完会议M300MK2之后呢 就有小伙伴提出来了 说D1090和M300MK2到底该怎么选 M300MK2和D1090的低频下限是一样的 都是38赫兹 但是这两个喇叭的低频表现 却完全不一样 M300MK2的低音是很纯 很干净 然后很利落 D1090的低音呢 就是动态感很强 很猛 但是不是特别利落的那一种 这和M300MK2的三文明设计 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解析力 M300MK2的等磁掌带式高音 让它的解析力在中高频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而D1090的高音呢 就是那种很自然 很平和的感觉 M300MK2呢 是兼容了平衡接口和WiFi功能 但D1090呢 是只有非平衡接口和蓝牙功能 所以我对这两款音箱的推荐完全不一样 我推荐大家用M300MK2 使用它的平衡输入功能 或者是WiFi功能 推荐大家用D1090呢 我反而是推荐大家用蓝牙功能 因为M300MK2 它的WiFi和蓝牙的差距 如果说让我算的话 大概有四五十分的这么个差距 但是如果在D1090上 这个差距可能只有十到十五分 所以在音质和便捷度上去选择的话 那么D1090上 我选择便捷 但M300MK2 我却要选择音质 我给大家两个场景 第一个是蓝牙 如果大家觉得蓝牙的音质不好 或者对蓝牙的音质有怀疑 那就选择M300MK2 如果大家就是为了图方便 手机听歌电脑追剧 那就D1090 频响动态都能满足要求 还有一个标准 就是大家平常听的东西 如果是CD或者是比CD还要好的无损 那就选择M300MK2 因为它的频带会更宽 动态范围会更好 而且解析力会更好 如果大家平常听的呢 是MP3 是普通的流媒体 那就选择D1090 这款是3980元 这款是1999元 本期亮测评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